欢迎收看挑战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面发文 他说他接到了蔡英文总统给他祝福当选的贺电 这段话引起相当多的讨论 因为川普写的是蔡英文总统 不是蔡英文领导人 那么有专家就说了 这么做法代表了川普是接受了 也承认了台湾是一个国家的地位 甚至还说这是中美断交以来 第一次打过这个惯例 用直接从统跟总统之间打电话的 不过专家说了 川普这么讲都是有计划过的 第一个他要挟持台湾 不应该说联合台湾来挟持中国 因为他要让很多的中国制造厂 回到美国当地的生产 另外他要求台湾要美助开放 甚至也许核电技术合作都有可能 我们要问这是真的吗 另外最近在中国网络上面流传 一张整个台湾的军地部署图 台湾当中什么地方有基地 什么地方有军机 什么地方有坦克 是一清二楚 台湾籍的退役将领就说了 糟糕 这张图跟实际的状况 高达95%是雷同的 我们要问 已经被中国看光光了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自保呢 今天对外来宾 欢迎自身媒体的胡孝晨 大家好 欢迎自身媒体的附近辉 各位观众好 艺术史直的邱建一 文雅好 大家好 是他这一首教授我范世平 大家好 军情 航空网组编室教委 文雅好 各位观众晚安 川普的推特发文 民工总统当选人川普 再次针对中国推特发文 此言一出立刻引起话题 英文二号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热线电话 才引发国际社会高度瞩目 不仅美国舆论热议不断 也让中国致电白宫表达关切 根据美联社报导 美国国务卿凯瑞表示 川普接受贺电前并未事先征询国务院意见 而准复总统彭斯 4号接受媒体专访时则是强调 台美通话纯粹出于礼貌 他收到台湾国立委员的召索 那 wasteland 他来自的召访 是怎么贺借了 他们出帮帮他 必须祝他 还有世界各家的召访 他打到召索 彭斯在美国NBC与ABC电视台的 政论节目上也强调两周前 川普也曾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通过话态度相同 且并没有讨论实质政策 一切都要等到明年1月20号 川普上任后才会着手处理政策事务 是不是真的这一次 蔡英文总统打对付川普的过程当中 川普故意在推特把它写出来 代表其实他真的是计算很久 他有很多方面的计谋在里面 对 我想当然就是说 川普为什么这一次可以说是 从1979年调美断交以来 第一个美国的总统当选人 其实他等于应该算是准总统了 因为我们知道 欧巴马现在等于是博奖了 1月份要上任 对 1月20号 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 现在全美国谁的权力最大 当然是川普 全世界谁的权力最大 恐怕也是川普 好吧 他说了算 对 所以他会在这个 他的推特里面把这个 他跟蔡英文的界面 然后那个公布出来 而且称他是台湾的总统 对 那另外就是包含共和党 或者川普阵营 也证明了这件事 就讲台湾总统 对 总统 而不是所谓的这个 台湾的领导人 对 所以我觉得这点当然就是 对台湾来讲 或对蔡英文来讲 觉得好像非常高兴 请问他要我们台湾怎么样跟他配合 这个当然未来就必须要再看川普的动作了 很多人说川普这样的一个作为 因为他这个商人出发 会不会他就由从商业利益来看 美猪 对 美猪或者是台湾来采购武器 核电 核电 对等等 那基本上我们知道就是说 美猪来讲因为之前一直没有办法开放 所以相信川普的压力会很大 应该要台湾一定要开放这个美猪 另外当然就是美国向台湾来销售武器 因为我们知道在上个礼拜五 美国的众议院也通过了一个2017年的 财务年度的美国国防的授权法案 里面这个法案里面特别强调就是 未来台美之间的军事交流要提高层次 要多买一点 对 另外他也谈到美国的国防预算 在明年是6190亿 比去年多了 应该说比今年多了30亿 等于说他要透过这个军武的方式 来拼美国的经济 对 然后另外就是他也强调了 就是说台湾每一年 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都要去跟 美国的国会去报告 这个台湾销售哪些武器 那买了多少钱 利器不太要叮就对了 对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 美国的这个众议院 做出这样一个决定 当然众议院现在来讲 它还这个是国会 所以它有提出这个议案 那加上川普是行政 所以一个立法一个行政 未来这样的一个 对台湾来讲 可能就会要台湾买更多的武器 我们抗拒不了吗 我们抗拒不了吗 我想是很难抗拒的 但对台湾来讲有乐 也有这个有失有得 应该这样讲 有得的话就是我们一直想 跟美国购买这个先进的武器 例如说F35等等 甚至潜舰 也许有机会 对 但是有机会 但是另外一方面 美国是用什么价钱卖给你 如果是用很高的价钱卖给你 那当然我们就会觉得 好像被当了冤大头 因为美国知道你需要 第二个当然就是说 他会不会卖这么先进的武器 还是有人说 可能卖的是一些酷藏品 这个就会被 可能我们买到的是一个又贵 但是又不是我们需要的东西 当然就对台湾来讲 是很大的一个损失 所以说我觉得 我们还是必须要谨慎来看待川普 特别他在推特上讲的是说 台湾跟美国买了这么多武器 为什么我不能跟蔡英文讲电话 所以他把这个跟蔡英文讲电话 跟台湾跟美国买这么多武器 把它挂钩在一起 多直白你给我那么多钱 我跟你示好一下有什么错吗 对 所以说这也就是外界会比较担心的是 未来台湾是不是要付一些 这个必须要付的代价 当然我觉得就是说 还是必须要谈的就是武器系统来讲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购买美国最先进的 而且是我们需要的武器 不过这次川普的幕僚当中 听说很多跟台湾的关系都非常好 这三个跟我们的关系都肥浅 对不对 对 我们看那个主播这个叶旺辉 他是爱荷华州的目前的这个 这个州的共和党的党主席 因为共和党在每个州都有主席 他是共和党的党主席 另外他也是目前川普交接小组的 一个重要成员 那叶旺辉曾经是在1987 1989年两年 那个时候在高雄台南 他担任这个传教士 在台湾传教 对 因为他是那个摩门教 摩门教的传教 所以我们现在在路上 常常看到那个摩门教 对对对 那个传教士骑个单车 然后穿一个白衬衫 主要跟你聊天 对 跟你聊天 那个就是摩门教的这个传教士 他当时就是在台湾的台南跟高雄传教 所以他对台湾有非常多的认识 对台湾有非常多的了解 另外他的中文也非常好 而且来一次至少要一两年的时间 一点不能常常换 对 然后我们看到就是说 他最近也接受了美国之音 这两天美国之音的访问 他完全是用中文来表达他的意思 所以他中文非常好 他也当认过美国前副总统 前一的所谓的安全 副安全顾问 所以他也有在美国白宫工作的经验 因为他在今年的十月份 他也跟目前川普的 白宫的幕僚长普博斯 这个两个人在今年十月份的时候 一起到台湾来访问 那个时候其实美国正在进行 共和党的选举 总统大决非常激烈的时候 他跟普博斯两个都到台湾来 他们两个人其实都是非常亲台派的 他们当时也进见了蔡英文 当时还是后选 蔡英文总统 已经是总统了 当然我们看到就是说 他在叶旺辉 他基本上他是非常亲台的 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包含像美国的共和党 这次在今年初 把台湾关系法跟六项保证 对他保证 纳入美国共和党的党章里面 其实叶旺辉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这位佛纳好像听说在我们台湾成立过 我们local本地的电视台 这么厉害 对佛纳是一个我们知道 他是美国传统基金会的创会的元老 所以他年龄也非常大了 那他基本上来讲 他曾经在台南成立一个番薯电视台 韩吉他是创造的 大概在八九十台那一带吧 对 就是说 对对 觉得说他怎么会跟这个本土 这么local 韩吉有讲农业 创造有机农业这样 对 番薯电视台除了这个功能之外 他也是不断在宣传 这个台湾的本土文化 强调台湾的本土的价值 所以基本上来讲 他也是非常力挺台湾的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 他在今年十月份的时候 也曾经来台湾 跟蔡英文总统见过面 这位赵小兰听说台湾人 对 他是在台湾出身的 他父亲叫赵锡成 他父亲其实是台湾的船长 我们知道在这个823炮战的时候 1958年 823炮战民国47年 他的父亲那个时候 就是专门在跑这个金门 跟台湾的这个船长 当然他不是军舰 是民用船只 他出身在台湾 赵小兰出身在台湾 可是他大概在10岁以前 就移民到了美国去了 他父亲到美国去发展 赵小兰跟他的父亲赵锡成两位 都可以说是 目前在美国华人圈非常知名 特别赵小兰 他也在布希的政府时期 也担任过劳工部长 这次被川普提名为 运输部的部长 基本上来讲赵小兰跟他的父亲赵锡成 今年他们都回到台湾 因为最近赵锡成在发表了一个 所谓的自传 他的一个回忆录 在今年在台湾出了一个出版 另外两个回到台湾 也分别接受了台湾海洋大学的 荣誉博士的学位 他跟他父亲也曾经获得 台湾交通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川普这一次有要求就是说 当然他特别讲说蔡英文总统给他贺电 刚刚您特别提到说对台湾来讲 可能开放美株甚至军务甚至核电等等 他对中国应该一定有很多想法吧 对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 这次为什么川普要把台湾提出来 当然很多人说台湾好像变成是美国的一个筹码 棋子 但是我常觉得能够变成为筹码跟棋子 也是表示我们有价值 如果你没有任何利用价值 他不把你当棋子跟棋子 他联合台湾协计中国什么 我想他要表达的就是说 我川普我今天我是一个 不是我要做什么事 我要见什么人 我要听谁的电话 不是你北京说的算 我有我自己的做法 我跟过去的欧巴马不一样 他不只是在内政方面 有很多是跟欧巴马不一样 他现在在外交上 他要梳立他的一个川普的style 我是独立自主的 而且我在亚太地区 我有自己的独立性 我要做什么做什么 因此他要找一个案例 来作为跟中共的一个 本来说对中共做一个表示 他要中国配合他什么 当然就是说很多东西 你不要指手画脚的 所以他今天也接受 推特也讲 他说你这个中共 你们对美国的产品 支加高关税 另外你对人民币汇率的操控 或者你在南海的主导 建立岛礁 你也没跟我美国知会 凭什么我美国做事 要跟你打招呼 所以他要拿一例子 来让中共知道 我川普的为人 他找什么例子 我们看到他可以找日本 他可以找印度 他可以找韩国 他偏偏的找个台湾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台湾问题 是中美关系里面最重要 也是最敏感的一个case 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 可以这样讲 对台湾来讲 台湾的确在美中台三边 我们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可是川普不需要拿台湾来做例子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事情一出来之后 很多人说是台湾人自己自嗨 川普只不过是跟蔡英文讲了十分钟话 其实我们看到国际的所有的媒体 包含美国的CNN ABC 或者是我们知道英国BBC 所有的媒体都是来大幅的报道 所以这一次的确就是说 台湾在整个国际年纪度上 是非常提高的 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好事 对蔡英文来讲 他的外交的工作也是一个突破 但是我们要特别小心 中共会不会因此心思怒税 或者是他反而是产生一个强力的反弹 那我们要特别小心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 蔡英文对这件事情 除了他由总统府做了一个 基本的一个新闻 发言人做了一个说明之外 他没有在这个事情上有太多的琢磨 他就是不想造成这个中共 对台湾产生甚至敌对的一个情形 台湾的幻想两千近年十九年 都完全没有升级 现在传出是法国刁难 真的吗 我倒不觉得是他们不愿意 他们愿意 但是他们想赚钱 因为很简单 我们现在讲这个飞机服役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大家一定要了解 就是说今天这些国防系统承包商 生产飞机 他们也不是吃素的 他们也不是佛心来的 但怎么样都是要赚钱的 好 既然是要以赚钱为前提的话 那好 那我们就了解到 飞机 军机 战斗机 它也是一个商品 所以你这个飞机的试战率 它的关系就至关重大 那其实当初在买幻象的时候 就有那个航空前辈就说 这个飞机将来一定会让空军头痛20年 真的现在头痛了 其实这20年来一直在头痛 为什么呢 就是说因为第一 幻象2000战机 我们先从这个飞机的产量来讲 它的产量跟另外它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 就是F-16战机来相比 那真的只能用天差地人来行动 F-16比较好用吧 F-16因为它的数量相当的庞大 它生产数量相当庞大 以目前来说已经接近5000价值谱了 生产数量相当的多 但幻象2000 它一直就是除了法国空军自己以外 然后少数的国家像例如希腊 然后阿联 然后我们中华民国台湾 还有像印度买了一些 所以它生产数量非常少 是CP值很差 不是CP值很差 它其实本身飞机性能很好 但问题就是说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 战机也是一个商品 那既然我今天我这个商品 能够生产的数量少 那想必来讲 它的价格就一定会高 那F-16它的订单多 它生产的数量多 相对来说 它的单位成本就因为数量的大 而降低 这在买飞机来讲 基本上来说是一个尝试 那当时当初我们为什么要买幻象 因为最主要来说 美国就一直不愿意出售那个F-16战机 所以我们当时购买幻象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外交突破 就是我们要透过跟法国买这个东西 等于用这个方式来逼迫美方 卖F-16给我们 所以当初最早本来幻象2000 我们是希望能够买120架 要换装两个连队 那后来美方已经得息 我们要买那个幻象了 就卡在说 好 我们卖你们F-16 我们卖你们150架 所以那个时候你看 200多架F-16K1经国战机 产量也砍一半 那幻象的这个订单也砍一半 那但是你说幻象2000 跟F-16战机好在哪里 那我们就必须要说 原本当初卖给我们的时候 幻象2000战机 它真的是比刚卖给我们的F-16 那个AB战机要好 为什么呢 就是当时我们现在买的 这个F-16AB这个战机 最早进来的时候 它其实没有这种所谓的 先进中程空对空飞弹 也就是我们称为的AM120 那个飞弹是干嘛呢 就是具有射后不理的能力 也是今天 我今天锁定了敌机以后对不对 或者我透过预警机锁定了敌机以后 我把飞弹丢出去 我飞机就飞回去了 身后部里功能不错哦 对 那个时候F-16不行 现在可以 对 当初那时候F-16 只有那个麻雀飞弹 麻雀飞弹就是它 就是它攻击敌机的时候 它自己本身飞机的雷达要打开 而且要锁定敌机以后 它一直要用自己的雷达 去罩着敌机 然后那个飞弹发射出去之后 就追着这个雷达 这个反射波去击中敌机 它具备的那个云母飞弹 就具备了我刚刚讲那个 中程控制飞弹 事后不理的能力 就是它今天锁定敌机 然后把雷达那个飞弹射出去 它就可以回去了 它就不用管 飞到那个敌机附近之后 会开启它的雷达 然后去找那个敌机去打它 那但是后来 我们知道美国后来 同意卖给我们AM120 而且呢 其实美方现在又同意 出售性能提升包件 让我国空军现有的F16AB战机 提升到F16V的水准 包括换雷达 然后换这个作战系统等等 整体来说 会让我们现有的F16 整体的那个效能 比现在高两倍以上 高两倍以上 其实可以说增加的相当大 但是如果说你专以 这个飞机的这个操控性 跟空战能力来看的话 F16战机它本身不是一个 具备高空高速拦截能力的飞机 也就是说换下2000 当时我们部署在新竹 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新竹离大陆非常近 只有七十几海里 大概也就一百公里出头 所以它在那个地方 因为海峡中线最短 所以我们那边需要战机 就能够在很短时间之内起飞 而且要站到我们讲 那个空战里面讲 一个叫战术高位 也就是你一定要从高的地方 然后由上往下进行攻击 那换下2000 在这个方面的性能 是F16所望尘莫及的 那所以就是说 现在这个情况来讲 那为什么空军队换下来说 是又需要它 但是又受不了它呢 为什么 因为换下的作业维持费非常高 我们建议买车来做比喻好了 你今天虽然说两个车 对不对 可能你今天买这两个车 可能是差不多在 性能在伯仲之间 但对不起 你今天买这个车 它这个生产量 或说基本上来说 没有引进 那个台湾有什么很多代理商 就很像你买进来一个超跑车 那这个超跑车呢 是那种欧洲非常名贵的超跑车 但是你这个F16呢 是一个 类似像这个 美国的生产的 大众化的这个超跑车 所以你如果说 今天你同样开了十年以后 你这个车开了十年 可能要经过一次大整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你帮这台这个 很昂贵的欧洲超跑车 在做性能提升的时候 在做大翻修的时候 它花的钱是不是一定会比 对 可是会是两千 为什么传出说 它一定要提前处义 现在情况就是说 因为这个飞机 已经用了二十年了 其实已经用到十九年 那通常一个飞机的售期 如果是三十年左右 你买进来的时候 跟你用到一半的时候 跟它快退伍的时候 它所面临的威胁 一定不一样 你买进来的时候 新的飞机武器也最好 但是你用了十多年之后 你的对手也会进步 后来国防部说 没有提前处义 他们只想upgrade 但是你要看你的钱 付得出upgrade 那么钱付不出来怎么办 那现在他们用的方法 就是所谓的 封存部分的这个飞机 目前来说 他们还有这个 五十六架的幻象两千 那包括单座双座 所以他们现在用的方法 就是部分的这个飞机 可能每一次选择六架 放在餐库里面 左右 对 他们用一个叫做化学封存 什么叫化学封存 其实就用一个特大号的塑胶袋 把它包起来以后抽真空 对就抽真空以后 那毕竟你飞机里面电路等等 基本上来说就没有在氧化 所以等于说没有在使用 所以这个飞机等于说 在透过这个化学 用真空这个封存的这个情况下 它等于完全就固定在 那样当时的一个状态 然后可能等到半年之后 把它起封 起封以后再让另外一批 在使用中的飞机再进来 等于说你现在 等于我们现在空军 轮流就把这五十六架 换向两千战机 就一部分暂时封存 那问题现在这么大的一个状态 那怎么可以解决呢 现在这个问题其实说真的 以换向两千来讲 它的作业维持费真的是最高的 以目前我们现在三型的 主力战机来看 你F16战机一个 飞一个小时大概差不多 16到20万 那FCK1金国战机 我们国人自己生产制造的 你这个一个用那个小时 这个作业成本 大概差不多要25万左右 那但是换向两千 一个小时大概70到80万 它的那个作业维持成本 是最高的 这是事实 所以就变成说你今天 我们这个维持这个 为了这一批 它现在功能 其实绝大部分已经 跟F16重叠的 这个换向两千战机 你说空机要花 这么大的这个成本来维修 它以这个算盘怎么来拨 基本上来讲 都会觉得这个 所以只能暂时封存一部分 所以就是暂时封存一部分 尽量让它延长 它这个使用的这个受限 对因为其实当然你说 如果法方同意 那个今天让我们这个 换向两千战机 其实我们对换向两千战机 希望的性能提升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其实就希望 它能够从换向两千 目前DASH5这个全空防型 能够把它提升到这个全功能 就是多功能战机 尤其是对空跟对地 因为原本换向两千这个飞机 它其实就是一个可以对空作战 也可以对地攻击的飞机 可是目前做不到 对法国卖给我们说 故意就把对地功能给锁住了 它不卖给你 因为它避免刺激大陆 所以这个问题是无解 那当然我们希望 能够把这个部分解开 那当然法国说 好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做 那你就拿钱出来 这个部分来说 我觉得法国可能 就是有用价钱刁难的 但是呢另外我们讲飞机 目前来说要做性能提升 那它开的价钱也相当高 当然这有几个部分 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几年 就政府一直在对这个 关于换向拥近的部分 一直在积极的要去追讨回来 就是当初买换向的时候 其实也是有一些 中间有一些人失利甚多 那失利甚多的时候 法国当然收到这笔军购款 那就会给这些人一些佣金 所以头痛十九年 继续头痛下去吗 现在我看就是要 那个我们的空军 或说国防部 可能要在 就是说如果你面临到 因为其实你要做性能提升 的时候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讲到 就是所谓的消失性伤员 什么是消失性伤员呢 其实这个东西 在之前的FCK-1 军国战机上非常明显 怎么说 我们FCK-1军国战机 基本上来讲是我们这个 国人自行生产 对不对 但对不起 它生产的时候 我们是做的所谓叫 精密工 那个精密机械加工 就大部分的机体 等等这些那个 结构件等等 我们做的没有错 但是你看 现在手上这个抬头显示器 然后底下那些 那个多功能显示器 还有包括像飞机里面的 飞控电脑等等 它其实都是外购的 也就是跟国外厂商买的 但是国外厂商 它当初卖给你这150 130套 弄了十几年之后 它觉得它 技术工临件不划算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要解决这个 消失性商员 就是说你是当初这130套 没有零件 无以为继了 所以你必须要买新的 把这整批全部换掉 所以FCK1当时 做中售性能提升 很大一个原因 就是这些东西 它那个原来 那个国外的供应商 不供应你 不继续供应你零件了 那在这个情况下 你就必须要换新的 所以其实换下2000 现在面临的问题 基本上是一样的 因为你用了那么多年 很多这个 换下2000的这个零副料件 它基本上来说 当初就这么多 然后那个 那个消失性商员的问题 出现了 它就必须要去解决 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未来 如果那个换下2000战机 这个消失性商员 无法解决 你没有办法 透过各种管道 获得你所需要的 那个服役 那个使用的这个料件 那这样的话 你的机队的规模 势必会因为 就是没有零件 而越来越缩小 那等到就是 等到缩小到一个 对于那个空军来说 它已经不具备 一个作战能量的时候 就可能数量低于 20架的时候 那这个机队 就必须要面临全数除役了 另外这也是一个 痛苦的问题 现在中国网络上面 传出这一张 整个台湾 什么地方有基地 什么基地当中 有多少所谓的 空中的武器 地上的武器 甚至水底下的武器 都写了一千二十 台湾来讲你说 跟事实符合 百分之九十五 真的九十五 其实的确是 相当的接近 但是说真的 我个人觉得这样图 其实没有什么 为什么 因为基本上台湾 是一个资讯公开的社会 所以呢 你对于就是说 在各种报章杂志 上面所做的一些报道 如果你长时间 做这种 我现在用一个 很流行的话 叫大数据的 就整个拼凑起来了 基本上你就可以 拼凑出来 这没有问题的 这一点都不难 甚至我跟你讲 这个还不够看 还不够细 还不够看 我之前还曾经看过 就是还是英文的一个网站 它那个网站 细到什么程度 它基本上来讲 把我们所有 连防空飞弹阵地 都列出来 而且防空飞弹阵地 列出来之后 它的那个所有 包括像雷达的 这样范围 它就画一个圈 两个圈 三个圈 多大之类的 多大之类的 统统统告诉你 对 那你说这些东西 会危害到国家安全吗 我可以说真的 如果今天我们的对手 不知道这些事情 那他们的情报部门 讲白一点 白混了 也是 那也就是说 但是我们说 这个东西也不足为据 为什么呢 因为你说 你今天有部队事实 你这个部队在哪里 也是事实 但是你今天打仗的时候 或是我们讲到 对跟海海当面 情势开始紧张的时候 这些部队 还会完全留在现地吗 它会随便动吧 对 一定会进入 它所谓的战术位置 或说到机动 到各地进行布防 所以就是说 这个驻地 你任何一个军队 其实在财政 或是行政上的管理 它一定要有个驻地 但实际上它的部队 像比如说你今天讲 你现在看到这边 这个机部269旅 你说它今天所有人 全部都在 那个269旅这个驻地吗 也没有 它其实一定有相当部队 在外面进行野外训练 或等等 所以也不可能 所有的人同时间 都在这些基地里面 所以我个人觉得 这个东西 它当然资料性来说 是有的 那对于这些军事迷 研究这个军事 什么有兴趣来讲 也是有的 那对于了解台湾这个 军力的这个现况 也是有帮助 但你说如果真正打仗 就是这样 那对不起 那就完全不是 这么回事了 两年前维征航空说 我们要突破 这个太空船的任务 要把人送到外太空去 结果太空船爆炸 现在他们说 准备好了 有钱就可以来 如果有机会上外太空 在那个无重力的情形底下 一直不断的翻转 你想尝试吗 有的有钱人 就想要尝试这种感觉 美金25万 挤破了头 就一定要参加 对啊 因为这一家 这个维征航空 这个太空航空公司 他们最近就 第二次试飞成功 因为他们两年前曾经做第一次试飞 但是当时这个飞机解体 所以两年之后 他们这次终于成功试飞成功 算是一血千尺 那大家在荧幕上看到这个 布兰森先生 就是这个维征的创办人 对 他不只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他同时也是个冒险家 也是这个人类 想要上太空的这个先锋 那他们用的这个太空飞机 就是大家在左边看到 像左下角这个 它是一个子母机的概念 白色这个像双十字型 这个有两个机体的 这是母机 白色的这个部分 那中间就吊挂的这个子机 叫团结号 他们就是用这个子母机的概念 先用母机呢 带着这个子机起飞 因为起飞的时候最耗燃料 所以这一段就让母机来做 到了空中之后 在这个脱离 团结号整个在脱离以后 那再自己去飞 两个像火箭一样 对 等于是说你这个起飞 最耗燃料的部分 让这个母机来做 所以飞到这个上空以后 然后他们这个子机这个部分 就脱离这个母机 那这个太空旅行 他们目前 他的目标将来是希望说 可以飞到地球上空 大概一百公里这么高 让你可以从这个太空看地球 那现在开出的票价 是二十五万美金一张票 大概台币要八百万 有钱人真的钱没地方花 对啊 但是其实就算这么贵 目前大概有 已经有大概六百多人报名 其实包含很多像 好莱坞的电影明星 连明年都要上去 像这个李奥纳多 或者像艾希顿酷勤他们 没人效应嘛 对他们都去报名 一定要的 而且就是说这个上太空很酷嘛 毕竟不是大家都可以上太空 所以这个他们就是将来 预计说进行更多测试 这样的方式台湾人会喜欢吗 那其实我们也不需要 这个太羡慕他们 因为像这个在瑞士 有一家S3航空公司 他们是做什么 专门做无重力飞行体验 那他们这个计划 也预计明年六月要来台湾 所以现在已经有旅行社 在开放报名 对无重力的飞行体验 目前开出来票价 大概十七万八八八八 比如台湾人到瑞士去体验 不用在台湾 他把信息派来台湾 对他们要包机来台湾 明年六月有这样的计划 所以现在旅行社 已经都在招报名 你只要十七万八八八八 你也可以体验一下无重力 那无重力飞行是什么意思呢 他就是用一台改装的客机 上面加一个大的发动机 从大概两万四千尺往上冲 四十五度角往上冲 对冲到大概三万四千尺的时候 做一个像抛物件一样 然后再冲回两万四千尺 你可能身体受得了吗 这样的这个中间 大概六十五秒 六十五秒的 你在这个飞到顶端的时候 大概会有二十到二十五秒 会进入无重力状态 对就跟你上太空那种感觉 对那时候你只要解开安全带 你整个人就会飞起来 你这时候打开什么水 就是水珠也会飘在空中 所以拖下手表 手表就会浮在空中 大概就二十几秒这样体验 那整个飞行 他们预计是九十分钟 然后至少玩十五次 再看看到时候台湾的接触度怎么样 对 不过讲到外太空 很多国家一直推陈出新的武器 像这个太空 因为现在大家都想上去 包含像俄罗斯 现在战斗民主普廷 对这个太空重新 重新又开始启动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苏联 以前我们是第一个送人上太空的 只是后来被美国抢先 现在普廷就很积极的要做 他们不只要送人上太空 现在连机器人要上太空 代替人类 对 因为他们现在开发了这个机器人叫Fader 那这个机器人 现在这个人工智慧 他已经可以自己开车了 他可以举起来大概二十公斤的东西 然后他还可以通过这个障碍 所以将来俄国就希望说 用这个机器人去太空执行任务 因为我们看电影里面 如果你要坐在太空 坐太空漫步 你要在太空舱外面 做很多实验或是维修 那个都非常的危险 对不对 你要穿很厚重的太空装 但换成机器人就不用了 对不对 完全不用管这个太空装的问题 也是 所以他们觉得太空人上太空反而更好 而且他们普廷还希望 这个机器人要继续进化 在未来五年就要上太空 十五年之后 甚至还要当指挥官 就是整个太空任务 就要交给这个机器人来做 那俄罗斯他不只是做这个机器人 他现在还在计划要开发一个 全新的这种载重火箭 那以前这个火箭你要上太空 大概载重能力 大概是在一百 一百吨左右 那目前俄罗斯 他们新开发这种火箭技术 可以希望提到一百六十吨 有成功吗 他们目前有新的这个 这个RD171的这个火箭 在RD当中 所以他们用这个引擎的话 希望增加推力 那我就可以载更重的东西 那现在俄罗斯也计划要重新启动 他们的登月计划 那你有这个这么好的载重 你将来比如说设卫星或是建太空站 对不对 你就一次可以载更多东西上去 所以俄罗斯现在慢慢开始展开他们这个太空计划 不过人类如果真的上去之后会不会造成很多所谓的外太空垃圾 其实人类还是要想怎么样环保整个外太空银河系 对没有错 因为你现在每次射火箭上去 你都会抛掉一些不用的东西 或是烧完燃料啊 一些垃圾 所谓的太空垃圾 现在估计整个太空垃圾包含一下坏掉的卫星都会变太空垃圾 大概已经有两万件了 因为大家每年都在打卫星上去 那这个将来都会变成一种太空垃圾 也会有这个环保问题 所以现在就有这个学者他倡议 我们应该成立一个太空国家 他们这个名字叫做这个Ascadia 就是用这个北欧神话奥丁馆的这个神的领地 用这个当代号 而且他成立网站 就是你都可以上去登记 你想要成为这个太空国家的公民 那当然这是一个很理想的计划 他这个目的是希望说 将来全世界各国都可以和平的用这个太空 然后共同来开发太空 不要说太空将来也出现垄断的问题 你只有强国可以去 那其他国家就会更惨 所以他这个想法是非常的理想化 他甚至希望说将来这个太空公民 这个成立太空国家还可以加入联合国 不过这个当然是很理想化的 因为人类现在我们是连地球上都搞不定 如果这么好加入联合国 那我们全台湾2300人赶快都登记 我们马上加入联合国 但不管怎么样 至少说他点出了太空法 或者是太空垃圾 是将来未来人类要面对的问题 我再补充一下 Ascadia我是他里面的成员之一 审议员之一是要缴钱吗 没有不用缴钱 你要上一个他的网站 然后你要去申请 现在免费就可以注册 而且你注册的时候 你还要去把一些基础资料告诉他们 他要审核过 等于是你支持他 对 我是审核过的 那现在目前的话有没有 他们现在状况在哪里就是 他们现在要先定序于什么 各个国家的一个代表的一个所谓的国旗 这个国旗的话有没有 那这段时间前段时间是 我们在票选每个国家不同的这个 所代表的国旗这样 但我是觉得台湾这个部分的参与的人数 真的很低 为什么参与很低 可能很多人还不太清楚 这一个组织的存在 我先强调它是组织 它还不是一个国家这样 那它的目的性 就像我们刚才就是金贵兄所说的 我们要去清除掉所有的 在太空上面所环绕的各种的一些 热色还有一些过渡的手段 太空资源上面的抢夺跟开发 电影当中 我们都看过这个食人数 据说人把这个丢到树里面去的话 整个尸骨无存 据说真实的世界当中 真有这个食人数地点在哪里长什么样子 那个全世界大概差不多有 将近有大概600多种 接近600多种的一个所谓的 食辅或食肉的植物 为什么这样讲食辅或食肉植物 我想各位应该有时候看一些 所谓的那个捕虫的捕虫草 这个都只是吃苍年吃蜘蛛而已 是 那到底这个 在考莱坞里面电影的时候 我们常会看到一种状态 就是说人走过旁边的时候 突然间一棵树有没有 就把那个树枝有没有 然后就把人抓起来 抓起来没多久之后 然后那个人就被啃光光了 伸个白骨 有没有这种类似的东西呢 我跟你讲有类似东西 但是没有那么夸张 怎么样类似 我先讲 在那个印尼的爪哇岛上面 当时有个瑞奇 瑞奇这个德国人 他所宣称的一个样子 就是说他曾经形容过 在他本身的一个 一个探险的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文著作里面 他曾经有讲过一个 他所目睹到的状况 就是说他去了这么一个地方的时候 就看到那个当地土著 然后呢 让那个什么一个妇女 喝了一种奇怪东西 这妇女就马上有没有 冲向那个树那边 然后树是突然的 啪就抓起来之后 然后没多久之后 那个妇人就变白骨 我跟你讲 胡烂的 好吧 这完全是个胡烂的 但是有没有这种 所谓的食谱的这种植物 是有的 另外的话有没有 像这个所谓在 在澳洲 包括在非洲 你看到这种金核欢树 这个树的话 它本身有另外一种状态 所以我们过去看到一个 有一个电影 不是上次演过说 什么植物会散发出一种 所谓的那种奇怪的味道 有没有 让人去自杀 让人自杀 有这个电影 那是不是有这种 类似的状况 其实是有的 像这个金核欢树的话 在非洲及在澳洲的话 它本身会防范 这个所谓死草的这个植物 去把他们很多树吃光 所以他们会有一种东西 就是会弄出一种 丹银酸的这种东西 强化丹银酸 强化丹银酸 它散发出一种气味 它会告诉隔壁的 其他的树 我跟你讲 我今天被人家吃了 然后你们要注意一下 他们的确会有这种 所谓的植物上面的一种 互通讯息的方式 它是一种化学反应的一种状态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 过去是有的 那有些的羚羊 像非洲的羚羊 如果他们吃太多的金核欢树 会中毒 会中毒 但是有一种动物 我查过 有一种动物 拿它吃每一只 你知道什么 长颈鹿 长颈鹿特别喜欢吃 这个金核欢树 而且它的胃 超级能够化解 所谓氮酸毒的这种情况 所以它对羚羊来讲的话 是有效的 但它也是防范了羚羊 跟这个大象 但它对长颈鹿 一点屁用都没有 可是为什么在印尼当地 还传出说树的根部 放了很多小朋友的尸骨 就是要给树吃的 这是在印尼的塔纳托纳村 他们是一个当地的习俗 他们本身来讲的话 他们有一种叫埋丝树 什么叫埋丝树 就是说如果他的小朋友 如果因为这样子找腰过世的话 他把那个尸体 就放在那个树的中间 会有个洞 有些树有没有 不是会有个洞吗 对不对 这个他就把那个遗体 就放到里面去 摆在里面去的时候 他放在那边 就是一个当地 他们的一个 一个说法是说 希望能够 他们能够回归于大自然 让这个整个的一个树 能够再吸取这个所谓的 当时早要的孩子 这样子的一个灵魂就对了 他们有他们一个宗教上面 以及他们习俗上的意义 是灵魂不是他的肉体 慢慢你会总是会有些 所谓的消化掉的那种状态 也是 会有那种情况 其实这个村在有名的地方 在哪边 就是他们如果有些大人 如果我们叫小孩子 是放在树干里面 对不对 树洞里面 那如果大人怎么办 他会放在山洞里面 那每一年的过定 他们也固定一个节气 像我们清明节很像 他们就会把那个什么 那个仙人的那个 那个放在洞里面的那个 还没有完全烂掉 那个就把搬出来 出去再整理一下 有没有 然后呢 他们祭拜一下完之后 然后再放回去 那在当地的话 曾经有一个非常恐怖的 一个现象是什么 是因为我们外面的人 不太了解他们这个村子的习俗 所以他们就发觉到 在一棵树下面 居然放了十几个小朋友 有没有 然后在里面 这样子 等于就是 等于在棵树下面 有没有 就很多的一些小朋友 的尸体 遗体有没有 就摆在这里面 但是他们觉得这是一种 很恐怖的事情 可是对当地来讲 那是他们生活 习俗的一部分 最新的考古发现 我们来看到 原来说世界上 最大的金字塔 不是在埃及 在哪里呢 在墨西哥 而且这个最新的金字塔 最大的金字塔 比埃及的金字塔 大了两倍以上 据说它在一个 山坡的地底下 遍满在底下 是不是这里 也是所谓古代祭司 要活人祭拜的地方 这个最近 在英国的BBC 他们公布了一个信息 说全世界最大的金字塔 事实上并不是 我们所知道的 那一个埃及的 叫做呼布金字塔 而是在墨西哥的 这个叫做 乔努拉 这个金字塔 大两倍 那到底这个事情 怎么回事呢 各位 在这个左边的 这个图片上 看到这一个 事实上你已经看到 这一个乔努拉金字塔的 这一个基本的样貌了 那当然 现在看起来的话 或许这个地方 像个山坡一样 事实上 你现在看到这个地方 事实上就是整个 金字塔的结构 因为这一座山 事实上就是金字塔 它顶上还有盖建筑 那上面还有教堂 那是后来盖的 那这个事情怎么回事呢 事实上 为什么英国这个BBC 上面会说 这个乔努拉金字塔 事实上比那一个 埃及的呼布金字塔 还要大两倍呢 事实上 这是计算出来的容积 那怎么回事呢 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计算现在 这个在墨西哥的 这个乔努拉金字塔的话 它的高度是66公尺 它的这个 每一边的边长的话 是450公尺 而在这一个埃及过去 那一个 我们所知道最大那一个 互布金字塔的话 它的高度是137公尺 可是它的宽度 就是底边的 每一边的宽度 只有230公尺左右 所以其实 如果像这样算起容积 高度的话 或许埃及是比较大的 可是以容积来看的话 这个在墨西哥的 乔努拉金字塔 事实上 比埃及那个 整整大了两倍出来 大小不一样 功能不一样吗 它的功能性的话 其实两个金字塔 事实上功能 是不太一样的 埃及那一个是坟墓 而这个乔努拉金字塔的话 事实上是一个祭坛 它是一个神殿 里面没有埋事故 里面有 它里面实际上有埋 那这个事情怎么回事 事实上我们必须回归到 整个的墨西哥历史来看 事实上 九罗拉这个地方 事实上 如果以整个中美洲地区的 发展史来看的话 其实它的存续的时间 是从西元前第三世纪 一直到西元后 大约是16世纪左右 算是 没有 这个算是比较晚的 因为埃及那个的话 是西元前22世纪 整整多2000年出来 可是它的时代的话 是西元前三世纪 到西元后的第16世纪 而它的所在的 这个时间的点里面 事实上在中美洲这个地方 是一个国家 叫做Aztek 阿兹特克 那阿兹特克 它事实上有两大都市 第一个是当时的首都 叫做台诺提斯特兰 而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乔鲁拉这个地方 事实上是阿兹特克 这个国家 它的第二大的城市 那这个城市的话 其实跟首都情况不太一样 首都呢 事实上 当时阿兹特克首都 台诺提斯特兰这个地方 其实它就是一个政治的都市 一般人居住 很多地方 但是呢 你现在看到这个乔鲁拉 这个地方的话 是一个宗教都市 而呢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有记载 在西元1519年的10月十几号的时候 当时呢 西班牙的这一个统治者 就是西班牙一个侵略者 他的名字叫做Kotets Kotets当时代表 带领了一堆的西班牙士兵 入侵中美洲 当时的目的 是想要这个统治 政府的中美洲 而呢在10月份的时候 当Kotets抵达 这个乔鲁拉这个地方的时候 Kotets自己在日记里面 他有说到这个地方 他说呢 在这个地方的话 感觉起来 事实上并不像一般的都市 又为什么呢 因为当地的居民 当地的居民 事实上是没有武装的 后来 这个Kotets 在这个地方展开大屠杀 据说一天之内 杀了3000多个人 就征服这个城市 征服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 据说当年有3万多个人 而呢在一天之内 这一个Kotets 杀了3000多人 后来整个都市 就被西班牙人占领了 而你现在看到 这一个金钱塔的 上面这个地方的建筑 事实上是 后来西班牙人盖了建筑 那重点之后 这个地方 当年的Kotets 征服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也注意到一个现象 在这边有座山 山上长满的树 而呢 他本来以为说 Kotets本来以为说 在近景这个地方 看到其他建筑物 才是这个Jolula 这个都市的原本的情况 他本来以为说 这个地方 就是说山坡而已 所以他才会在 这个山坡顶上 盖这个教堂 那当时 到底是什么样的 情况发生呢 告诉各位 其实西元1519年 西班牙人 抵达这个地点的时候 其实呢 这一个金钱塔 已经是废墟了 为什么呢 因为后来考古队 挖掘这个地方的时候 才发现说 当年Kotets 为什么说 会在上面盖一个教堂 原因很简单 是因为 这个地点 在西元1519年 当Kotets抵达的时候 就已经 已经是废弃不用的地方 上面已经长满了树 看起来像是座山而已 那他什么废弃的 他是在西元后 大概是第七到第八世纪左右 没有什么要安慰 亡灵魂的这种状况 其实呢 真实的情况 等到在现代考古队 在挖这个地方以后 才大致了解 真正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在右边这个地方 有张图片 这张图片 是在挖掘 球路到这个地方挖掘以后 在金融塔的地基下面 看到了殉葬坑 这是殉葬坑 这殉葬坑里面 你们注意到说 这些人骨人 在头顶这个地方 你看到没有 在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 都有些洞存在 对 而这些洞怎么回事呢 这个洞的话 其实也正是一件事情 这些人是先杀死以后 然后才满上到这个地方的 那另外的话 在这个金融塔 在挖掘的过程里面 也找到了 进到里面去以后 看到里面就是通道 这个是里面的情况 通道里面的情况 那金融塔呢 为什么会出现殉葬坑 也有通道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其实呢 虽然说 在古代世界里面 这座金融塔本身 可能是一座神殿 因为后来很多证据显示 这座金融塔 是奉献给 宇哲神的一座神殿 可是问题是呢 我们知道 在古代世界里面 这种金融塔 在盖的时候的话 同时他也兼作亡灵使用 就是国王的坟墓使用 所以他是一再一再 增建出来的 这个取入到金融塔 原本的样子 或许是个小山坡而已 后来在历代国王 增建以后 越包越大 最后的话 就形成了这个 像大饼包小饼的形状 后来变越越大了 所以你看到这个通道 事实上进它里面 直接通往 那个亡灵的这个通道 那另外的话 上面那个殉葬坑 怎么回事呢 事实上 因为他本身是奉献给宇舌神的 我要告诉各位 宇舌神 在中美洲是个共同信仰 在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宇舌神是作为太阳神 跟人中间的 这一个连结的 那一位 叫做所谓的这一个神明 据中美洲传说讲说 宇舌神是奉献给 是带来太阳神的礼物 创造人类生命的开始 所以他们在祭拜宇舌神的时候的话 会杀人献祭 你想看到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杀人献祭坑 另外的话 他这个地方的话 是通往王林的坟墓 所以他是灵墓 同时也是神殿建筑 两者皆是 我们都说喝酒不能开车 因为务事 不过你知道吗 如果喝酒之后呢 在哪 而且喝酒之后 做很多的活动 听说会嗨上加嗨 对啊 当然我们这个喝酒 不要开车 但是在这个挪威 真的有这个足球队 突发奇想 喝酒打踢足球 对 所有的球员 你通通都要喝酒 才可以上场 而且酒精浓度 要高于1.0 所以就让这些球员 对一边上场 还一边继续喝 所以就可以看到这些球员 虽然是这个专业球员 可是醉醺醺的上场 球太百出 而且他们还规定 这个你这个球员 如果你踢进球 还要立刻去吹气 你酒精浓度 如果低于1.0 这球不算 所以你要一边踢 还一边喝 就是维持这个高酒精浓度 不过这个虽然这些 毕竟还是专业人员 你看他们这个酒醉起来 还是踢的还是有模有样 那种盲酥酥的来踢足球 应该很有趣 对啊 就是这个 还要吹这个酒精测试 你一定要高于1.0 你进球才算 可是如果喝醉赛马的话 会不会一球就掉下来 对啊 在这个 当然这个喝酒 踢足球是搞笑 我们讲在中美洲 这个瓜地马拉 他们是真的有这个喝酒后 起码文化活动 他这个活动起源 他是作为这个 每年11月1号 他们举办一个亡灵节 那亡灵节的压轴 就是这个酒后起码 那他们这个活动 是从17世纪就开始 因为当初这个西班牙人 征服了这个玛雅人以后 不准他们起码 所以玛雅人就很气 那我干脆就喝醉酒来抗议 我喝醉酒起码 那酒了酒之反而变成 现在这个文化活动 那他们这个活动呢 就是在两个村子中间 建立这个赛道 你就是要 前一天晚上就要喝当地的烈酒 所以第二天每个骑士 都是醉醺 这不是宿醉吗 对 一定是宿醉 而且一边骑 你看可能休息站继续喝酒 不会打架 不会受伤吗 但是这个活动有一个很特别 虽然这个看起来很危险 可是这个活动 绝对不会准备医疗人员 因为他们这个当地的 这个文化信仰 认为说 如果有骑士在比赛中 意外死亡的话 反而是一种吉利的象征 是代表第二年可能会丰收 当然这个就是当地的一种文化习俗 那我们大家看一看就好 大家还是记得这个喝醉酒不要开车 日本的温泉乐园真的很有梗 稍后大家来看到 是当地乐园当中 不管是摩天轮 不管是云霄飞车 都有温泉池 一边泡温泉 一边搭云霄飞车 你能想象那是什么情景吗 位在日本九州大分县的别府 是著名的温泉之乡 温泉拥出量是全日本第一 但是光靠单纯的泡温泉观光还不够 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 别府市长特别制作一段影片 上传到YouTube 这支名为一百万就来争的 别府市温泉乐园计划影片中 可见游客们个个脱光光 只围了一条浴巾就在游乐园里走来走去 更有趣的是 影片中的旋转木马 摩天轮和云霄飞车等游乐设施 通通都成了温泉池 走到哪儿泡到哪儿的概念既新奇又幽默 市长长野公红公开表示 只要该影片点阅率破百万 就要在别府打造一座温泉游乐园 影片上传以后 短短时间内就突破一百万浏览人次 看过影片的网友留言表示 如果在搭云霄飞车时失禁怎么办 回想十分热烈 但至于达成后市长是否能真的会让计划成真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 相信大家都有泡温泉的经验 我有一次在日本泡温泉 居然泡得昏倒 好像蛮危险的 挑战新闻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静里纫